就要玩我 我玩死你们两个 我玩死你们三个 我跟你讲 我已经叫人家去查 何小姐怎么入境的 郭廟市委员徐晓星曝光 这是录音档 这声音疑似是前海军顾问郭喜 与代表韩国杀人池先生的翻译 两人之间的对话 池先生被说是2021年10月份 因为当初我们所谈到的声音内容 就是把池先生当老板对不对 但是我们有一个 经验条款的关系 没办法设立一个好好的法人 胡扯八道 你现在讲的都是胡扯八道 你们去搞吧 我就跟你讲小强 如果你能在台庄上班 我郭喜的名字反过来写 这咆哮声确实让对方一度无法回答 会吵架似乎也因为出现利益问题 郭先生我们是按照你的要求 来去准备这些人力 我没有叫你们去背叛 但是我们也没有 我们是按照你的说法来去做执行的 没关系啊 我只是告诉你 我不至于做这种事 我从来没有叫你们去背叛 你们自己去玩 假如谁敢雇用你们 我一定告到底 我只要写三篇新闻报道 你们就再见了 为什么你要去把韩国的SI公司 有三位同仁分出来 你好言相劝的暗示的 要他们组成一个新的公司 来接我们潜舰国造的 第二艘到第八艘船的案子 你有没有在过程之间 泄露我们的国家机密给韩国人 今天年初 平原媒体曾报道有掌握郭席 与外国厂商的录音 但这是第一次被曝光 马文君也曾表示手中有一份录音 显示郭席介入潜舰国造 甚深更已交给国防部 对于现在这支录音曝光 马文君解稿前卫回应 国席的角色究竟为何 也遭质疑越发扑朔迷离 TVBS新闻 李明辉 华少平洋 佩语 刘婷婷可不懂 我开放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